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前段时间下水了 然后拍救人的一场戏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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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事 没事 我失负 5 3 2 1 开始 我背景没水了 这么上一条了 没人在玩玩了 快 快 快上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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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大家有银 赶紧呼叫救员队 走 呼叫指挥中心 五昌和文静小小五人跳和清唱 请求指引 请求指引 然后那天天冷的 从一开始就开始就淋雨被风吹 因为就是人在身体特别湿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被风吹就会觉得油气冷 然后淋雨的部分拍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就稍微就开始下水了 然后就会发现这个湖里面还挺暖和的 就下了水以后反而会比淋雨的时候要稍微暖和一些 就是水的那个温度它没有那么低你知道吗 然后那个池子呢其实因为我不会游泳 完全站起来可能水是到这儿 二 三 二 一 上 少多秒 没有 我都没给他看 好 就是我然后饰演夏天的王玉 然后还有三个 三个是我们的录音 然后我们去救了 我们三个人就在水里面瑟瑟发抖 然后说你们要喝水吗 我说我不喝我不喝 然后把姜汤端过来 我就真喝不了 没法进嘴里 特别好玩 然后因为那个水只到这儿嘛 所以我们全程即是看不到的时候 底下有很厚的淤泥 才是踩起来是软软的 在看不到的地方 其实我们三个人的腿是这样子的 就几乎是跪在那个里面 就是蹲着在里面 然后假装还在那边游泳 还挺有意思的 停了 停了 来来来 毛巾 先演过了 多好 也别停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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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